和威宇一起看时间 大家好 1945年秋 从苏联养伤回来的林彪正式复出 开赴东北战场 林彪是共军将领中最能战的长胜将军 号称东北黑土地之湖 他指挥的四野军可以说是共军中作战能力最强的部队 但是在1946年的5月 四平保卫战中 国军总指挥人称小诸葛的白虫喜 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彻底的功课收复了四平 把林彪的四野打得丢盔弃甲 伤亡数万人 狼狈逃窜到了哈尔滨 白虫喜一路追到松花江边 他向蒋介石提出穷追猛打 一直拿下哈尔滨 齐齐哈尔 加穆斯 满洲里等重要城市 彻底剿灭东北共军 并且趁机挥尸歼灭 华北聂荣真共军的全盘计划 不过呢 美国当时希望中国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要求国民党立刻停战 国共双方重新谈判 并且还派出特使马希尔调停 马希尔为了迫使蒋介石重新回到谈判桌 让美国政府大幅紧缩对蒋介石政府的资助 原派驻在华北地区的55,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被裁减到了4,000人 美军不再负担大沽到秦皇岛的交通线 天津、秦皇岛、唐沽的港口、北平、天津机场等等这些地方的安全 众多预定的原华项目都被逐一的搁置了 其中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的5亿贷款 马希尔还要求美国国务院设法搁置国会正在审议的对华军援法案 而对国军造成最大伤害的莫过于他要求国务院对中国实施军火禁运 这一切无疑给林彪的四野已喘息之机 而之后短短一两年之间四野军突然就战斗力大增 打起仗来势如破竹 四野军究竟是如何突然发展壮大的 今天我们就来解密林彪的四野打败国军的真正的原因 中国东北长期以来是受国际列强的控制 中国得以收回东北是1943年11月 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开罗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但是1945年的2月以及1945年12月 美英苏三国通过亚尔达会议和莫斯科会议达成共识 同意恢复苏俄在中国东北所想的特殊的利益 以及支持蒋介石继续执政和尊重美国 可享有重整中国国内秩序的主导权 日本投降后1945年10月12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东北行营主任熊世辉迪达长春 正式启动东北接收工程 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先行 没有大军相随 显然是深信苏联会按照协议 协助完成东北主权的接收 但令人意外的是 国民政府拟由大连登陆的运兵计划遭到阻碍 苏联方面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 理由是大连为商部 从大连登陆是破坏同盟条约 其实大连虽然被定义为一个自由港 但是行政权力仍然是归属中国 苏联显然是故意阻拦 火军接收东北受到阻挠 而美国方面却表示这是不可避免的 这是美苏两大国暗中对抗造成的 此后苏俄不只是把日本战败以后 留下来的大量的武器装备交给了中共 而且在战略上亲自参与制定作战计划 打击国军 更加火上浇油的是 当时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支持苏联130亿美元的武器 苏联就把其中的40亿美元的重型武器 全部都装备了四野 四野青一色的美式装备 美国的坦克装甲车 美式榴弹炮 美国四轮卡车 根据原抗日联军领导人彭施鲁回忆 苏联还曾经将在欧洲缴获的部分的德造武器 和捷克造的武器交给了中共 这些来自欧洲的枪械是通过北朝鲜运进东北 最繁忙的时候 东北车站的德制军火是堆积如山 往往是一车卸完 另一车又接着进战 而国军这边却因为1946年底 美国政府在马歇尔停战舰下 对华实施军火禁运 导致所使用的美式武器缺乏弹药 不得不拿起了库存的日本三八大概 美国直到1948年11月 才对国民政府解除禁运 解除禁运之后 首批少量武器运抵中国港口时 已经是半年过后的事情 也就是1949年的6月 而共军渡江战役是在1949年6月2号已经结束 蒋公大势已去 从1942年到1949年 美国通过大规模的援助 为国民党武装了45个步兵师 但是从1945年到1948年之间 中共依靠苏联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 1948年 毛泽东还在说 要打垮国民党起码还要5年 没多久他就改口说 看起来用一年就可以实现 原来在苏联的支持下 原本主要是由东北抗日联军 以及八路军和部分的新四军主力 组合起来的四野部队 又有了日朝苏军加入 除了苏联军队的支持以外 当年有十几万的朝鲜军人 加入了林彪的部队 还有大批的日本关东军 被改编成了东北野战军 根据当时日军军官的回忆 共军在60万关东军中 搞了个百分比 要求日本人 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 来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 日本人敢担当 他们认为留下必死 所以其中的精英和骨干 便主动要求留下 换取大部分的同胞 平安归国 当时林彪的队伍中 大多数都是土八路 根本都不会用那些先进的 美式得式的武器 全部都依赖留下来的 日本军人培训 四野的技术人员 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连医院都是 当年四野被赶到松花江边的时候 大批的伤员只能够靠 就地征召医务人员 来组建军医院 为满时期 东北医院中 主要的医生 护士都是日本人 当时四野后勤部长 只是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 把日本人的医生 护士都强行的 增入解放军 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的一个医院 要名单 然后从名单里找到医生和护士 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去抓人 从火车上拖下来 当时一共争了八千多医生护士 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留下来的 后来经过中共软硬兼施 就是他们留下来 用中共的话说 就是化敌为友了 除了医生护士 还有军工 当时共军最大的军工基地 在大连 大连当时是在苏军的占领之下 国民党进不去 共军就在那里秘密的发展军工厂 共军兵工产业最早的开拓者之一 吴运夺 曾经在他的书中说 当年在大连的干井子 建立了一个炮弹厂 他和厂长吴平舟实验炮弹 有一发炮弹没有爆炸 他俩就跑过去看 往那一蹲 炮弹就爆炸了 吴平舟当场就被炸死 吴运夺还受了重伤 可见当时他们的技术是有多么的差 因为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 他们做的炮弹有毛刺 不光滑 所以拉不着 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 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都集中起来 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 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 还有冶炼的专家 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 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 共军的第一所航校 东北的老航校 第一批飞行员 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 王海 都是日本教官交出来的 这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 大批遣返日本人是在1946年 1953年又遣返了一批日本人 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 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 把档案都销毁 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 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报道 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 在记者招待会上向外界公布 日本前关东军官兵以及其家属 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不易 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 加藤说 根据他们的周密调查 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在前线为共军工作 有教士兵开炮打枪的 有教飞行技术的 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 也有架势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 有个四野联谊会的日本兵头说 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十多万的日本人 四野一班一个联就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 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的战斗力 当听说北京有一个38军战友会的时候 兵头还透露日本也有个38军战友会 大概1万多人 近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 不止如此 被苏军俘虏关押在苏联境内的日本关东军 还有近50万的部队 四平之战林彪惨败之后 苏联就把关押在集中营的日本关东军 改编了20万加入了林彪的野战军 并且威胁这些日本人说 如果在战场上逃跑 就把剩下的日本俘虏集体处死 根据共军的记录 被俘的国军天津警备司令 陈昌杰的贴身卫士 在狱中交代他从共军攻城的尸体中 惊讶地看到技术兵种中 有很多是穿着共军军服的 黄头发的苏联阵亡士兵 原来斯大林为了确保东北的控制权 命令苏联红军直接参战了 辽省战役作战计划早就在开战半年前 就在莫斯科制定了 苏联的精锐步兵 空军 装甲 炮兵 甚至海军全面参战 就这样 日本军 朝鲜军 苏军 日满伪军 一起组成了林彪的百万兵力 这样的兵力根本就不是中共所吹嘘的 小米加步枪打赢了美国的飞机大炮 什么是人海战术 据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 辽省战役清理记中描述 人海战术就是指战员指挥老兵 在后压阵 迫使从农村征集的新兵 勤勇一般密集的向前冲锋 用前赴后继的血肉之躯 造成杀不胜杀的阵势 最后使敌方机关枪的火力 兵于失效 甚至使涉及了疲惫的国军 面对机器人一样倒下的战士 感到眩晕恶心 这就是中共所标榜的人民战争 中共吹嘘说 徐蹦会战60万吃掉80万 就是说60万共军吃掉80万国军 而真实的情况正好相反 是共军以压倒性的人数 对付国军的80万人 因为常常是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 1946年4月16号 王云生在上海大公报中写道 进攻的战术 尝试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 以机枪破机炮在后面督战 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 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 才正式作战 请问这是什么战术 残忍到极点 也可耻到极点 1946年10月1号 毛泽东指示说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是过去三个月歼敌25个旅 所采用的唯一正确的作战方法 我们集中的兵力必须6倍 5倍4倍 至少3倍余敌 方能有效的歼敌 不论在战术上 战略上都是如此 无论是高级指挥员 或者是中下级指挥员 都需学会此种作战方法 出生在东北的台湾立法院院长 梁肃荣 生前曾经撰写了一本书 《大是大非》 梁肃荣回忆录 书中提到了四平之战 他说 共军之所以能够发动人海战术 以我家乡为例 我家乡离四平五华里 当时共产党到地方上 首先开群众大会 把地主、士绅公然处决 然后威胁这些老百姓说 你们把国民党的地主、士绅处决了 将来国民党回来 你们也没命了 他还说 民国37年3月 共军三度进攻四平 既有五波攻势 这次共军发动人海战术 把老百姓组成队伍 一波一波的往前赶 打得老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 国军也不忍心再打下去 共军则踏着死尸 恭敬四平 国军陆军副总司令 范汉杰徐州办事处处长 姚立夫技术 当碾庄战役即起 一时炮声震天 爆炸声此起彼伏 黄伯涛七万余众 被迫于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下 当炮声隆隆过后 赵立士震人心弦的冲锋号声 潮水般的人海一鼓一鼓的涌向我军所扼守的各据点 在黑夜冲沙中 照明弹不停的大放光芒 照应着穿着灰色土布 年军服 胸前挂满手榴弹 拼命前冲的士兵们 国军巨兽在碉堡内 一带人潮涌进 便集中火力扫射 眼看着一排排的战士倒了下去 又一排排的冲了上来 这种前赴后继的人海 任凭你火力如何充足 火网如何密集 也有着死不完的人 来和你的枪弹相拼 但奇怪的是 在那些阵亡的共军尸体上 却很少见到有肩负皮囊 手持短枪或冲锋枪等 甚至连步枪也见不到一支 似乎都是徒手 当这些勇士们冲进国军的碉堡 雨点般的手榴弹 便纷纷的投进碉堡 那一簇簇的火花 硬着地面上激起的黄土 真乃血肉与炮弹齐飞 泥沙共烟雾一色 在青白色的照明弹的余晖下 构成了一幅悲壮的战地图画 有一些碉堡内的国军 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 即阵亡的共军尸体 渐渐的竟成为了一座尸墙 遮断了碉堡内国军的视线 以致正面火力无法发挥效能 共军知道人海战术奏效 此时精锐部队倾巢而出 在步炮配合下发起总攻 一时炮火震天 杀声遍野 国军士兵们则以师强作掩护 无奈敌不过四面八方 汹涌冲过来的人潮 也有很多机枪射手们 从未见过如此的场面 杀人而杀得令自己害怕和恶心 经过了一次次冲杀 很多机枪射手都换成了军官 因为颇多的士兵受不了这样的精神压迫 东北1946年统计 有5700万人口 而到了1949年 中共篡政以后统计 人口下降到了3500万 那2000万人哪里去了呢 这让我想起蒋介石贴身四位的回忆 他说蒋介石扶在桌子上 哭得很伤心 一边哭一边刀骨 不打了不打了 打来打去死的都是中国人 这是天要亡我 现在中国人都相信他们 打没用 等中国人慢慢看清了真相 会期待我们回来的 而1957年11月 毛泽东在莫斯科 庆祝十月革命活动的会议上说 大不了就是核战争 核战争有什么了不起 全世界27亿人 死一半还剩一半 中国6亿人 死一半还剩3亿 我怕谁去 相信大家现在都明白了 这就是林彪打败国军的真相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